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支影片 非常的触动人心 搭配着图文并茂 轻柔又带有一点淡淡哀伤的音乐 再加上讲述着有一点哭腔还有小鼻音 整支影片令人为之动容 但是里面却潜藏非常多的陷阱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亮君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香港的抗争 哈喽大家好我是君君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寒流崛起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从六月开始香港就一直在进行反重中这件事情 那它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不管是人数上很多 从6月9号也100万人 6月16号200万人 一直到现在遍地开花 在香港四处都有机会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从去年开始寒流崛起 它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不管是人数上很多 从20万40万到后来的百万寒家军 在台湾各地遍地开花 在台湾各地都有造势活动 同时也是因为从 年纪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这么久的时间了 他们没有核心的领导人 但是却依然非常的团结 他们透过网路发展出不同的默契 不同的策略 甚至是他们在抗争现场的首语 同时也是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这么久的时间了 大家还是依然非常的团结 大家透过网路发展出不同的默契 不同的策略 甚至在造势现场可以看到 骑海飘扬 每次我在看着这些香港的消息 或者是影片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佩服 佩服他们有这么样大的决心 每一次我在看到这一些 寒流崛起的消息 或是影片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佩服 佩服大家有这么大的决心 但是我也一方面很心疼 但是一方面我也很心疼 我心疼那些年轻人 为什么假日的时候并不是去享受生活 不是去吃饭打卡 出去玩耍 我很心疼这些中老年的长者 他们假日的时候 并不是去享受生活 并不是和朋友去聚餐玩乐 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 怎么样的恐惧 为什么年纪那么小的女孩子 她周末的时候不是穿得美美的 而是戴着口罩 戴着护目镜 很利落地在处理催泪版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 怎么样的恐惧 为什么中老年的长者 他们周末的时候 不是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而是顶着烈日 不畏风雨地在参加造势活动 是怎么样的压力 让年轻人不计未来 不计代价的将青春拿来战斗 是怎么样的压力 让这一些中老年的长者 不计未来 不计代价的 让他们的后半生 为了下一代拿出来战斗 香港人已经 向台湾人证明了 一国两制的失败 寒流崛起已经向台湾人证明了 民进党过去四年来的执政失败 有很多香港人过去都跟台湾人一样 觉得政治不关自己的事 觉得我只要赚我的钱 吃我的饭 偶尔还可以出国出去走走 生活很美好 政治是政客的事 是那些激进分子 他们在在乎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民主跟自由的压缩 有时候就像是癌症一样 当癌细胞在你的身体里面滋长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不痛不痒 你觉得你的生活 依然可以安然无恙地过下去 可是当你开始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贪污腐败的压缩 就像是癌症一样 当癌细胞在你的身体里面滋长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 不痛不痒 你觉得你的生活 还是可以安然无恙地过下去 可是当你开始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真的希望办通大家在2020年大选之前 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不同的候选人 他们所代表不同的价值 不同的候选人在这四年里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民进党在过去的四年里面 贪污腐败 肥猫仇庸 弊案 掏空国家的资产 让经济不好 人民的生活也不好 你的一票绝对影响了 接下来的生活 你未来可以继续吃饭 打卡 出国旅游 跟你的家人共度美好的时光 或者你会不会有一天 跟香港人一样 必须走上街头 将你的假日 或者甚至你的每一天 都用在街头夺子弹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 民进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 觉得一国两制 离我们没有这么接近 觉得国家衰败 离我们没有这么的接近 但是 那些香港人 他们也没有料到 香港会有现在这一天啊 但是所有的台湾人 也没有料到 会有寒流崛起的这一天啊 所以希望台湾的人 真的可以早一点警觉 早一点开始保护台湾 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 失去了民主自由 然后才想着 要怎么把它引回来 希望台湾人 可以早一点警觉 早一点开始保护台湾 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 在失去了美好的经济 美好的生活之后 才想着要怎么把它引回来 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走到 要上街挨子弹的那一天 香港人加油 台湾人加油 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走到 要上街抗议生活困苦的这一天 台湾人加油 中华民国加油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 看完了这么感人肺腑 赚人热泪的影片之后 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现在就让我们看下去 原来是蔡英文要逃选票 其实香港的反送中 我们完全理解是为什么 可是把反送中 还有争取自由民主 画上等号 甚至是跟台湾的总统选举 画上等号 那就有点太夸张了 香港在1997年回归大陆之后 跟大陆的一个关系 可以说是竞争 大陆人可以到香港来住 大陆人可以来香港买房子 导致香港人自己排队 排了很久 想要买一栋房子 没想到名额却被占了 他们还需要再等待更久 才能够有一个安居的一个窝 而香港人自己有钱 都买不到奶粉 都买不到尿布 连民生的基本需求 都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也难怪会有民怨 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 可是如果你说 一国两制都是失败的 那也不尽然 在澳门也是实施一国两制 而澳门在实施一国两制之后 他的治安变好了 他的人均GDP变高了 所得收入都变得更好 在2020年也就是明年 澳门即将成为世界首富 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 一个月高达35万的台币 在澳门的一国两制就是成功的 那我们怎么没有听到民进党说 一国两制其实很不错 一国两制好棒 为什么你只有读读拿香港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呢 看事情总是只看一个角度 总是只去谈一个面向 不但非常的偏颇 而且真的是刻意要带风向 再来以民进党的说法 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所以民众上街抗议 要争取民主自由 照这样子的逻辑来说的话 那么在欧美国家实行一国一制 非常民主自由 是不是就没有人上街抗议呢 是不是就没有暴动呢 美国之前有占领华尔街运动 法国也有黄背心运动 都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所以不是说一国一制 然后非常民主自由 人民就不会上街头暴动 而一国两制本身是没有错的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民 适合什么样的国家社会 我们不去评断 最重要的还是领导者 领导者要把这个国家社会 带到什么样的路 什么样的方向 再好的政策 再好的制度 只要人民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只要人民生活是不好过的 它都会上街头抗议 香港和澳门就是最好的例子 同样的一国两制 不同的领导者 一个上街头抗议 一个即将成为世界首富 所以不要只是会拍 这么赚人热泪 赶人肺腑的影片 不过说真的 拍的真的很不错 我们也希望蔡政府 在拍影片上面的努力 用来努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最后一个澳门 一个香港 都是一国两制 但是不同的领导者 却交出了不同的成绩单 所以我们真的要请人民 一定要张大眼睛 下面的一国选择